CA919飞机实际上从国际上来讲 从世界来讲是一个标准的废物 中国人花钱买CA919飞机 实际上是个神经病的行为 这个飞机除了向习近平 二十大县礼作为一个县礼的礼品以外 它的作用在中国这个国家来讲 从经济效益科技效益 从任何效益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它应该主要CA919 都是在习近平上任以后搞出来的 算是习近平的一个政绩 那这个政绩除了辽民伤财以外 辽民伤财 以后可能会作为中国民航 为了贯彻政绩的标准 继续用这个废物劳民伤财 对 为什么 听我讲 CA919飞机实际上是大量综合现代化技术融合的一个产品 这个咱们都知道 它对于目前各种各样综合现代化技术进行融合 最后通过三个方式完成这种融合 首先是偷窃技术间谍 国外已经有很多因为偷CA919被外国抓到发现的技术间谍了 这个咱们从其他媒体上都看到 第二就是买 CA919真正核心 除了外面的机壳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去买来的 买来以后可以做什么逆向研发 最终外面的机壳等等这些部位才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这就是CA919最后构成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中国对所有这种综合化技术产品通用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今年的二十大开会之前 CA919拿到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好多人在自媒体里面说什么中国商非已经有CA919失航证 这个胡说八道 跟大家说一下完全胡说八道 大家记住了 失航证跟型号合格证是 没有这个什么的两个东西 就这里面是差距巨大的两个东西 现在CA919拿到的叫型号合格证 型号合格证的英文叫TC 9月30号拿到的吧 好像我记得是 不是29就是30 那TC型号合格证TC 是什么 是所有在全世界所有民航客机 或者有试航条件和资质的这种飞行物的一个证明 就是他这个客机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设计的这个飞机 它的基础设计啊 整体设计啊 符合这个世界上商用航空器安全的标准 对符合商用标准 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而已 对 所以呢 它叫型号合格证啊 那么呢 TC是颁发给谁的 颁发给设计者的 也就是颁发给中国商飞啊 中国商飞这个机构啊 中国因为大飞机的设计部门就是商飞嘛 证明你设计的C919飞机符合安全标准这个性能 TC拿到之后呢 C919第二步还要拿到一个试航重要的资质叫什么 叫PC PC的中国名字叫生产许可证 它是颁发给飞机的制造厂商的 它是证明啊 飞机的制造厂商能够保证这个飞机完全合格的质量控制手段的情况下 生产出符合TC规范的这样的一个飞机的复制品 哎 这是标准的一个个能复制出来 那如果未来中国商飞真正建厂生产C919 或者在其他国家建厂生产C919 怎么办 都要在取得PC的情况下 TC商费有多少 这些厂家取得PC才可以生产许可证 PC以后呢 生产C919 那么呢TC跟PC都拿到以后 每一架生产完了交付给客户的C919 都要什么 都要拿到自己的试航 那在中国就拿到中国民航局 给他们的试航许可证 那就是AC TCPC之后就是AC AC的试航 航空器试航证 这个试航许可证 是每一个航空器都有的 也就是每一个下线交给客户的C919 都要有自己的一个试航证 试航证是一击一发 一击一发的 对于目前C919飞机来讲 拿到的仅仅是TC 下一步还要拿到PC 然后呢生产完了还要拿到AC 才是试航证 才能客户才能够去使用 那关于C919飞机的前世跟今生 讲完这个概念 前世和今生我就不重复了 以前我在C919飞机的这个视频中讲过了 这个飞机有多少部件都是国外生产的 中国的所有核心都没有 这里面的细节我就全都不讲了 感兴趣的看我以前讲的视频 那么为什么这个飞机叫C919呢 因为在现在国际上这种民航的客机领域里 A字打头的都是什么欧洲的空客公司的飞机 比如说A380 这个大家听过 B打头的呢都是波音公司 对吧 那么中国呢就把自己设计的飞机呢 用C打头 全世界第三 ABC 截止到昨天 我知道的数据 C919的飞机订单总数 已经达到了1015架 一个很落后的飞机 订了1015架 28架客户 订了1015架的28架客户 全部是中国国内的公司 根据英国的路透社介绍报道 尼日立架 尼日立架正在考虑采购C919的方式 采购的形式叫设购 这个大家也能想得到 那么理论上C919 国内你看设计完又要飞了 这么多公司买 那C919飞机呢 设计呢是能搭载168名乘客的 168名 对 然后最大的航程呢 为5500公里 但实际上所有的试验机都没飞出过最大航程 一般也就是4000到4500 适合叫什么 中短程航线 中短程 对 对标的是波音737和空客的A320 B打头的737跟A打头的320 目前国内民航系统采购的C919的单价 是9900万美元左右 比波音737卖7000万美元左右贵很多 有人说啊 那没关系 我们采的贵 我们也要支持国货 将来量产的会便宜 是吗 第一件事先证明 就是C919这个飞机 是在国内国际价格上 性价比都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的 我们的安全可靠 各种性能 距离等等 都不如波音737 但是比波音737贵很多 可是中国有这么多公司 已经不买波音 不买空客 现在要买C919了 那这款打着国内自主研发的飞机 实际上飞机重要的 发动机 航电 飞行控制机等 几乎所有重要的零备件 全部都是进口买的 所以呢 国际上对C919标准的称号 叫国产组装机 当然也有朋友说 我们买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合资的机构生产的 中国和国外合资机构设计的 虽然国外生产的设计的 我们买的 但是我们技术提高了 这种先说一下 这种组装的概念 和有人在网上说 空客跟波音也是外面组装的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 空客和波音在全世界设厂 对吧 很多设计机构拿到空客 波音TC或PC 国外的这些证书 市航生产证书 设计生产证书 他们做的东西是专门为空客 跟波音设计跟生产的 C919不一样 C919哪怕是起落架 哪怕是飞机的刹车 这样的小玩意儿 它的设计生产也是国外的公司设计生产 但这原来大部分都不是专门给C919设计生产的 都是用于其他的产品和其他的设备 转过来的 但是呢 根据当时中国的要求 针对C919飞机设计这些部件的美国德国公司 是很多和中国公司合资成立了联合新的设计机构 然后呢 把它原来这个产品进行加工设计 给C919设计 设计完了 根据规定还是要由国外去生产 中国去购买 那这些联合机构最后会把设计图 全部共享给中国 那当然设计的经费肯定是中国套 听到这儿大家觉得挺值得 哎呀我们最后设计完了设计图可以拿到 中国以后可以自己去仿照 这里面有个关键点 能不能仿照出来一个关键点 设计图给了中国 工艺图可没给中国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对于世界上 所有这些先进的工业品来说 最关键的根本不是设计图 而是工艺图 设计图只是设计的所有东西 工艺图里面才有每个零件 要使用什么样的材料 不同的材料在这个里面如何进行 这个零件里如何进行融合 如何加工 如何这个零件跟其他的零件 部件进行匹配 这个零件运行的逻辑 这个都不在设计图里 而在工艺图里 现代工业的所有的技术秘密 都在工艺图 不在设计图上 那中国为了C919飞机 重金跟国外这些机构成立的联合设计机构 最后中国拿到的是这些产品的设计图 而不是工艺图 所有的工艺图根据当年的协议 中国全都是拿不到的 外国机构用了中国的资金 中国的设计人员进行了全系列产品的很多的研发 研发完成后 设计图给了中国 工艺图不给中国 让中国人拿着这个设计图 自己想办法去研究工艺 跟从自己开发 没有太本质的一个区别 那这种条件中国都认可了 政绩嘛 习大大的政绩 习近平的政绩 毕竟C919飞机 关注到超级重要的 习和共产党的面子的问题 所以认了 当然我讲了这么一个 这么多 还有人可能很多狂热的中国的爱国小粉红说 翟老师 这个都不重要 我们将来能设计 那工艺也是进步 一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驳我 没问题 那我下面讲这个 残酷的事实 我看你要用什么理由来反驳我 好吧 跟大家讲一下C919的发动机 也就是LAMP X1C发动机 是由美国通用电机公司 跟法国赛峰集团合资成立的 CFM国际公司 设计的一个大型喷气客机的发动机 这个公司设计的发动机有多牛啊 就这个LAMP X1 这个LAMP X1分了三个型号 A型 LAMP X1A型 LAMP X1B型 LAMP X1C型 其中LAMP X1A型安装的是哪 是欧洲的空中客车N320飞机 LAMP X1B型安装的是什么 是美国的波音737飞机 LAMP X1C型安装的是什么 中国的C919飞机 你看 这仨 竞争机型三个都装的是这家公司的发动机 通过C919飞机最初的 介绍的资料可以知道 LAMP X1C发动机采用了美国 采用了法国塞峰集团研制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以及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研制的 陶瓷机复合材料涡轮部分 整个这个发动机的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都特别先进 十分先进 发动机的耗油消耗量是大幅度减少的 且极其静音 发动机的运转分贝很低 但是实际上安装在中国C919上面的LAMP X1发动机的性能 整体性能比LAMP X1A和LAMP X1B两款发动机低了整整一代 整整一代 LAMP X1发动机 X1C LAMP X1C用于C919的发动机 是同系列三个发动机里面重量最重的 达到多少 3935公斤 比如像LAMP X1B的发动机整个全重才2780公斤 也就是C919飞机上用的这个LAMP X1C发动机比安装在空客和波音上同型号的发动机都重1000公斤以上 那这么重是不是因为性能特别棒呢 紧接着呢LAMP X1C发动机的长度比A型和B型LAMP X1B LAMP X1A型发动机用的3.14米 整整整增加到4.5米 增加了1米多的重量 比前两款发动机 长度长度说错了 比前两款发动机长了近乎1.5米 而且因为场所以整个发动机的直径大了特别多 所以呢大家要在图上去看一下C919飞机 跟波音跟空客飞机的比较就很有意思了 你会发现C919飞机跟A320飞机737飞机相比就会发现什么 它的发动机的样子怪异了很多 因为它大又大又粗又壮 所以呢最后导致什么 导致它装在这个飞机翅膀下去的这种和谐的程度就比那两款飞机差了很多 直观上的发动机就比那两款飞机大了很多 但是这么大的发动机它的推力仅仅只有12到13吨 竟然是LAMPX1 ABC三个型号中推力最小跟最差的 那为什么推力这么小体积大了这么多呀 原来在LAMPX1C风扇机辖中原来承诺的 在AB型号中已经使用的很先进的材料被替代成了 已经不用在LAMPX1A和X1B中淘汰的传统的高温合金机下 而高低压涡轮中原来承诺用的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严正的 陶瓷机复合材料涡轮部分 也变成了过去上一代的钛铝叶片和常规的高温合金材料叶片 那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用落后的技术 为了让整个技术落后的LAMPX1C型发动机 在数据指标上不至于比A型B型落后太多 只能努力的增大近期量跟增大发动机的体型跟体积 增大发动机的级数了 对 那大难一个东西很大 一个东西好小好小的功能比很大的功能还大 那你就知道这个哪有问题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这么大的体积和增加这么大技术 才能保证C919飞机的发动机重要指标 记住了不是下滑的太厉害 还是比A和B型的发动机 LAMPX1A LAMPX1B的发动机性能在纸面上的数据还是有差距的 这是别下滑的太厉害 原因很简单 LAMPX1C型发动机 是比LAMPX1A LAMPX1B整个什么落后一个一代的产品 由于这是落后的产品 所以糟糕的推重比 使得C919的油耗大受影响 C919实际上比波音空客都大个大挺多 油箱也大很多 但是即使这样 安装了LAMPX1B型的空客 波音737 MAX发动机的航程能够达到6000到7000公里 油小什么都小还能达6000到7000 而安装了LAMPX1C型的C919只有4000到5500公里 而且现在目前飞的还没超过4500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5500跟7000什么差距 油耗大 推力小 使用的材料和工艺落后半代甚至一代的C919 在国际上根本就不具备跟空客跟波音同型号飞机竞争的实力 其实真心话 C919跟我们生产的第二个国产的自主的航空母舰山东舰是一样的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实验级产品 根本没有一丝一毫量产的必要性 在C919上再进行新的研发 这要做飞机再进行新的改良 出来新的相关产品 可能还能算好一点的东西 继续制造和发展C919 真的除了浪费钱啥都没有 性能又落后 飞的又短 耗油量又大 卖的又贵 卖给国外的非洲的公司 人家又不付钱 设给你 将来给不给钱都没普 那人家当然愿意设了 是个飞机 我们设的嘛 所以现在看出来 不管是数千亿已经用的研发经费 还是未来继续需要中国无数的航空公司 东航啊 什么国航啊 花费巨大振金白银 在购买的这款C919飞机 技术落后的飞机 用的钱呢 全是什么 包括将来国外买飞机 不还给中国的 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满足的是什么 满足的是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绩跟面子 其实这些钱几千亿了 上万亿了 这些钱用于投在中国老百姓身上 增加中国老百姓的民生 不好吗 发给一个人身上还千把块钱呢 几千块钱呢 不好吗 但是最终呢 都只能被这些霍国央民的玩意儿给糟了 那当然也有朋友说啊 C919我们现在的最关键就是发动机 以后我们国产发动机可以替代 关于中国国产的航空发动机的技术问题 我以后会专门出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 那就更是大家的心碎一地了 真相又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坦诚的说 中国目前这种高端性的 这种综合化的技术类产品 除了使用偷回来的这些技术 我们叫技术间谍 偷回来的技术 在自己偷回来技术以外的部分 我们在研发中预见的都是各种各样 完全无法逆越的技术难题 对目前呢 我刚才也讲了啊 为C919飞机偷窃技术的这些人呢 已经有很多人 中国人都被抓了 也有很多公司都被外国机构找到了事实 还有很多都在被起诉中 具体的新闻大家自己去网上找 由此我问大家一句话 判断一句话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见没见过 就是考试的时候经常靠偷看别人的试卷 平时做作业都是把别人的作业拿过来 抄袭别人的作业这样的学生 而不是靠着自己努力考试 自己努力做作业这样的学生 最后就因为去偷看别人的试卷 抄别人的试卷 自己就能变成好学生 就会自己会做功课 会研发产品的这样的人 你们能见过吗 道法自然大道质检 如果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 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发现 这种但凡是通过偷技术来的 抄别人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他会越来越习惯的 更多的想办法去偷去抄 还是会花大力气去做自主研发 大家自己都可以去慢慢想 我呢原来是航天的 航天科技集团 航天跟航空是有差别的 航天管的是什么 大气层以外的 航空是大气层以内的 我们是大气层以外的 但是坦诚的说 为什么到今天中国 比如说转发器 什么KU波段 KL波段等等 这些很棒的这些转发器 除了C波段以外 中国自己都做不了 就是我们长期都是偷人家的技术 美国休斯公司 还有什么这个 包括波音路西德马丁等等 这些公司的技术 都是偷技术 中国偷技术主要依靠的国家有很多 比如说意大利 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呢 都特别愿意帮助中国偷技术 因为中国会不惜血本去偷 而这些国家呢 又很容易去拿到美国或西方生产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特别是意大利人 在我的看见中 意大利人跟中国的东北人绝对有一拼 我不是挤的东北人啊 但是别生气 东北人爱吹牛 在中国真是出了名的 一说什么事 没事老铁 铁子靠我就能给你办到 你放心 只要东北人说这话 一定别信 东北人十句话里 九句半以上都是吹牛逼的 他也能吹牛逼了 满嘴一张嘴就是胡说八道 我不是挤的东北人 真的我的亲身感受是这样的 在什么里面都一样 意大利人也是一样 让他们偷东西的时候 什么都敢答应 都拍胸脯 但实际上最后花了钱 偷盗东西的结果 比法国人的效率还是低多了 所以中国呢 我们看到的很多关键性的技术 不是我们自己干的 这个世界毕竟还有很多国家 特别喜欢钱 我们给了钱 他们就会从他们的盟友里 想办法把技术给我们偷过来 偷过来以后 那中国就可以拿这些技术 去仿制去做自己的东西 当然俄罗斯也是被中国 偷技术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很多千字头的飞机 偷的都是俄罗斯的技术 我们在人家上面可以改进 然后把偷的西方技术 跟偷的俄罗斯技术进行融合 变成一个中国所谓的自主研发的技术 这个呢 以后有时间专门讲发动机的时候 我在跟大家讲中国这个偷东西的历程 和里面发生过很多比较秘密的一些事情 回过来到C919 我再问问大家 中国那么多的航空公司 将来要花那么多的钱 购买技术整整落后一代的C919飞机 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傻子 梦想这个飞机将来能飞进全世界 能够打败波音跟昆克 技术差 卖价高 所以我说真的 我觉得太多的中国人 都是看不清自己 到底是谁的人 中国人很多时候想的太多了 谢谢大家听我瞎逼逼 事实很残酷 但是忠言逼逼 再次感谢大家听我瞎逼逼